圣等而高山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二 第二道答案 你们说对了一半 确实想要得到内密灌顶 首先大圣诊师要欢喜为你灌顶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 如果大圣诊师都不同意 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无论谁建立什么功德 只要对佛菩萨级别的内密灌顶师 不能断移深信决向操终 就坏心音本质了 士尊说金刚战 断移深信决向操终 已经说明移为断灭散根之本 你不真诚 打妄语 哪怕故意给内密灌顶师说了一句假话 就犯了水口根本罪戒 灌内密顶就得不了灌了 而且凡灌起了内密顶或进行顶的例子 只要对内密灌顶师故意说一句假话 本尊就会远离 所灌的顶就会减坏种子 法力自退 凡有犯者 必须当下彻底忏悔 改正后绝对一次都不能再犯 绝对忠心 如果是受本尊法源灌顶 本尊是百分之百 不会到场来接收打妄语的弟子的 要明白 内密灌顶必须经过两大关 灌顶师欢喜为你灌顶 只是过了第一关 还必须要经过责诀的第二关 而责诀观不是灌顶师说了算的 但是如果你对灌顶师 故意说过假话 由本尊掌管的责诀观 绝不会通过 所以灌不成内密底 因为本尊不认可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17日 明天宝都会用信息